女孩只是在野生湖里游了个游 一上岸就发现自己的下半身 忽满了粘稠的血迹 本以为自己来了大姨妈 结果弟弟用手沾了一点仔细闻了闻 才发现血液中带着浓重的鱼腥味 两人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 下一秒湖里就发出了游客的惊声尖叫 只见他们疯了市的四处逃窜 似乎是在躲避什么可怕的东西 湖水已经被大量血水染红 只要稍微跑得慢一点 就会瞬间被吞噬 殊不知此时整片水域 都已经被无数条变异鰻侵侵占 由于小日子不停的排放和废水 造成江河湖海基本都弥漫了各种放射性元素 一群和变异的凶残鰻横空出世 另一边毫不知情的清洁工 在湖边发现一只软萌的小鰻鱼 他一边攥在手里把玩 一边给妻子打电话说晚上想吃鰻鱼饭 可下一秒变了异的鰻鱼就先下口围墙 当他好不容易连皮带肉扯下来 没想到湖里突然涌出更多的小可爱 向清洁工发起进攻 他被吓得直接原地瘫痪 已经忘了腿是干什么用了 紧接着就被鰻鱼一口吸附在那赠光瓦亮的脑壳上 成为了鰻鱼的小零食 可这点食物还不够鰻鱼们塞牙缝 他们又开始寻找新的目标 一个老头正坐在河边钓鱼 突然就被扑上来的鰻鱼一口咬掉了眼睛 一旁的二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主人被拖进水里啃食殆尽 随着附近玩耍的游客接二连三地死去 泰迪警官带着助理前来调查 他们在河里发现了几只死去的鰻鱼 尖嘴獠牙看起来十分凶残 泰迪可以肯定这些鰻鱼已经变异成会吃人的猛兽 可其中一个同事却不以为然 还独自坐着小船打算去湖中心寻找更多的鰻鱼样品 他刚准备喝点小酒放松心情 就被鰻鱼直接拖下水 而岸边的泰迪发现一群鰻鱼居然已经学会了翻墙 紧接着又发现了同事的尸体 他很奇怪同事遭到了攻击尸体怎么还这么完整 随后就把他送去尸检 医生并没有发现尸体有什么异常 正准备给泰迪汇报 却没注意到尸体的腹中有什么东西在不停涌动 下一秒 泰迪听到电话里痛苦的嚎叫 就猜到发生了什么 等他马不停蹄地赶来医院 就看到医生已经惨死在地 顺着地上的血迹发现鰻鱼可能已经钻进了下水道 这就意味着那些怪物可能随时会进入到居民家里 于是泰迪赶紧通知市长 他认为应该立马封锁所有野生壶和下水道进行仔细排查 避免更多的人遭受攻击 可市长却说这样做不仅会耗费大量的人力彩礼 还会造成百姓的恐慌 不就是一群鱼吗 一人吃一条就能让他灭绝 根本不会对人类造成任何危险 殊不知市长的不作为将造成无法妄为的灾火 首先遭殃的就是他自己 他正在沉浸时拉屎 完全没注意到马桶里涌出无数只便衣鰻鱼 一口下去就瞬间让他菊花残败 男人挣扎着想站起身 然而 此时整个小镇都已经被便衣鰻侵侵占 原本他们只是喝了湖里的河沸水导致便衣 直到后来学会了翻墙 又净化成两气动物可以在陆地上肆意奔跑 然后就顺着下水道蔓延的遍地都是 还有大批量鰻鱼通过下水管道爬到了居民家里 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生活 居民们在外不敢随意行走 在家不敢用水 甚至连厕所都不敢再上 可还是免不了有更多的人遭到鰻鱼的攻击 开车路上随时都有可能就会被鰻鱼包围 鰻鱼们似乎已经组建了自己的秩序 他们成群结队对人类围追堵截 遭到攻击的人们死相极其惨烈 似乎整个小镇都已经被鰻鱼掌控 泰迪警官赶紧在电视上发布紧急新闻 通知大家最好待在家里封锁门窗和下水道 千万别出门到处乱窜 泰迪为了老百姓操碎了心 可他的女儿博美却在这个阶骨眼上赶去泡温泉 殊不知变异鱼早就在此等候多时了 博美的闺蜜雪纳瑞刚一下水就被鰻鱼钻入体内 等博美发现时就看到鰻鱼从雪纳瑞的嘴里钻出 紧接着整个温泉池都变成了一台逆脚 她吓得赶紧跑回家里 此时博美的弟弟和母亲也遭到了鰻鱼的围攻 小男孩正准备洗手 却看到水管里钻出一只便衣鰻鱼 紧接着马桶里也涌出密密麻麻的鰻鱼 很快就蔓延了整个房间 男孩吓得藏进了阁楼 楼下的母亲也躲在浴室瑟瑟发抖 她也同样遭到了鰻鱼的围堵 博美看着眼前的惊悚场面 迫切地想救出母亲又不知该如何下手 马桶里的鰻鱼源源不断 博美只好拿起鱼叉将鰻鱼穿成串串 终于带着母亲逃了出来 来到空旷的地方 母女俩开始大显伸手进行一场厨艺大比拼 母亲往鰻鱼身上浇满高浓度的料酒烟透 再用800度大火将其烤熟 直到高端食材散发出迷人的烤肉香 口水就不自觉地从眼角流下 而博美就比较直接了 高端的食材往往采用最简单的烹饪方式 她拿起粉碎机将一大群鰻鱼直接剁碎 不管是弄成肉泥还是做成刺身都很美味 但母亲还是觉得生吃不健康 于是硬是要用大火帮女儿加热煮熟 随后泰迪赶回家里从阁楼救出儿子 一家人顺利会合 当泰迪带着一家人跑路时 荒郊野外的高压电线突然砸落 一瞬间垫死地上的一大批鰻鱼群 这让泰迪有了好想法 目前看来电机才是快速解决所有鰻鱼的最好方式 由于变异鰻鱼最喜欢腐肉的腥臭味 所以泰迪决定用大量动物的腐肉 将鰻鱼引到发电站的蓄水池中 结果它们投进去的肉量不足 吸引来的鰻鱼只有一半 于是泰迪的同事决定牺牲自己拯救全人类 同事准备用自己独有的狐臭 吸引来更多的鰻鱼 它趁泰迪不注意悄悄跳了进去 很快所有的鰻鱼都被那不特的狐味吸引 同事当场惨死于数万只鰻鱼之口 紧接着它们打开电闸 下一秒发电站内部当即化身为一个巨大的烤箱 所有鰻鱼全都被烤得滋滋作响 小镇居民这一年都有的吃了 本以为它们顺利消灭了鰻鱼生活终于平静 然而这天一个男人正在路边喝水 他的二哈好像看到了什么东西 冲着下水道不停狂吠 下一秒